今天早上国道发生了一起火烧车的事故 董姓司机他驾驶公车北上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说这车子怪怪的 因为就有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 而且开始冒出浓烟 他非常的激紧 立刻将公车停靠在路间疏散乘客 才刚刚下车没有多久 这公车就突然熊熊的被烈火给吞噬 大量的浓烈更造成了车流一度回独九公里 但索性没有人伤亡 国道路间一台游览车被火焰吞没 大量浓烟直冲天际 烈火熊熊燃烧 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样子 旁边还有无数车辆通过 画面看起来显向还生 警消接火通报 马上出动赶忙架设水线 要用最快的速度扑灭火势 因为这边就在国道一号上 火烧车事件发生在上半减锋时刻 旁边还有许多民众的车辆 火势扑灭后可以看见 车子已经烧到只剩骨架 车达车一片漆黑 玻璃都已经碎裂 但警消依然在旁戒备 就怕再出意外 案件发生在13号上午7点15分 五十一岁董姓司机 驾驶私人企业公车 行经过到一号 他会发现车辆发出奇怪声响 更夸张的事 下次还开始冒出大量浓烟 董姓驾驶就怕车上乘客出现危险 发生按照SOP公车停靠在外侧路间 才刚疏散车上乘客 公车就遭到烈火吞噬 一部大客车 曾经国道一号高价北 向36.8公里处 驾驶发现车辆有异音并冒烟 立即将车辆停靠于外侧路间 疏散车上六名乘客 后续该车起火燃烧 所幸无能源伤亡 车辆起火当下 此期虽然有力气察觉问题将车辆停靠路间 没有影响到主线车道 不过大量浓烟 还是造成国一高价车辆回路一度超过9公里 公众有不少民众因此上班迟到 记者郭平佑侯宇祥 新北市报道 旧 后站你在不能通知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